重新公岛生存 我脚下的空岛 每30秒会重置一致 刷新各种各样的物资 奶糖今天需要利用这些物资 打败黑龙 我能成功吗 上一期 奶糖成功挖到钻石 成为了首富 但是奶糖发现 成为了首富 却并不能离开这个空岛 世界上最难过的是 莫过于有钱 没地方花 所以奶糖这一期 一定要逃出去 想要打败黑龙 需要10个铁地 制造传送战 这对于我迷你首富来说 不是沙沙水了 制作成功 黑龙我来了 这怎么又发现了钻石 挖点挖点 谁能抵住金钱的诱惑呢 黑龙我来了 这是哪里 被封印的神剑 这不应该是练短剑吗 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知道了 要拔出这把神剑 才能打败黑龙 可是这怎么拔呀 可恶 难道我奶糖 都永远被困在这空岛里吗 等等 解锁进度时期 难道要点击这把剑 才能拔出来 诶 是真的 会太聪明了吧 终于拔出来了 极品神剑 被封印的神剑 哇塞 这把神剑 不仅能增加攻击力 同时还能增加防御能力 这也太无敌了吧 有了它 我肯定能打败黑龙 黑龙 收拾吧 我又不脆弱 哇 就你这的恐龙 还可来挑战我阳谷黑龙 你这不是 射手里点灯 你搞死吗 臭黑龙 你敢不敢下来 我肯定一刀秒了你 我下来了呀 怎么是你的秒了 可恶 就算有神剑 也打不败黑龙啊 黑龙不仅移动速度快 而且攻击力高 没有远程攻击 根本打不过 有了 我可以制作弓箭 戴上眼的头盔 黑龙肯定发现不了我 开始龙链 臭黑龙 你就等着吧 不行不行 黑龙太厉害了 36G 走位上级 可恶 这个空道只有钻石啊 没有别的物质 可以做武器了呀 小伙伴们 那我要怎么样 才能打败黑龙呢 走上角 好像有个迷你币 对哦 我可以在商店 买武器打黑龙呀 进去看看 哇塞 好多武器呀 雷天需要330个迷你币 脆毒需要222个迷你币 哇 发射岩石 需要两千个迷你币 这肯定是这里 最厉害的武器了 哈哈 就决定是你了 买它 不是吧 我怎么只有131个迷你币 有了 这个地图 每集杀生物 都会获得上个迷你币 我只要开启动物岛 就得一直刷迷你币了 到时候岩石海啸 不是手到青来吗 话不多说 直接开刷 刷了3天 终于集齐了两千个迷你币 臭黑龙 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臭黑龙 受骑吧 你这个可恶的恐龙 还肯来 我看你是不见关在 不落泪 黑龙吐戏 给我狗袋吧 我看是你吧 我已经不是曾经那个 随便扔你欺负的 绿恐龙了 这次我可是有备而来 看我 岩石海啸 什么 这是什么武器 伤害这么高 这个是我发 两千个迷你币 在商店买的成绩 臭黑龙 你还是快束手就擒吧 不 二爷 终于打败黑龙了 连短剑 是我的了